第六题比较背底部所承受液体压力大小秩序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这三背液体投入了木块 因此它的液面会上升 所以它底部所承受的液压会改变 但是我们是三个完全相同的木块 投入三个完全相同的容器 因此我们丢进去之后 底部所承受的重量的改变 或者是压力的改变是相同的 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管 我们投入了木块所造成的改变 只需要去管它原来的液体压力大小秩序为何就可以了 而我们晓得液压的算法是P等于H乘以D 我们图示已经告诉我们三背液体原来的高度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液体密度越大 它所承受的液体压力就会越大 图示说我们的假液体密度最小 因此它底部所承受的液压会最小 并液体的密度最大 所以它底部所承受的液体压力会最大 因此第六题问我们说 比较背底部所承受液体压力大小 视序合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假小于鱼小于饼